上周滴滴退美式事件 拖累中概股权限几措 跟踪美国上市中概股的金融中国指数 上周五重挫9.1% 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昨日解话 直接说大家误解误读了 港股今早低开于300点 中概股爱沽 阿里巴巴低开8% 报109.9元 再创上市新低 京东集团与网一期跌于4% 美团错2.07% 小米跌1.8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近期有媒体报道 中国监管部门将禁止协议控制 VIE架构企业附境外上市 推动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退市 完全事物解误读 发言人指 一些境内企业正在积极与境内外监管机构沟通 推进赴美上市事宜 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方面 中证监近期与美国SEC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等 监管机构就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坦诚 有建设性的沟通 对一些重点事项推进合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发言人并解释 内地有关监管部门 近来出台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主要目的是规制垄断行为 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和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安全 消灭金融监管真空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他说 各国监管部门也正在尝试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促进平台经济更加健康 更可持续地发展 因此 内地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 并非对特定行业或民营企业的打压 与企业境外上市活动 没有必然联系 请不吝点赞